在人类和病毒无休止的战争当中 我们利用自己的智慧发明了疫苗 用它来对抗病毒 比如此前牛豆疫苗的推广接种 就将天花这种肆虐人间恐怖病毒杀得片价不灵 那么疫苗到底是什么呢 一注射疫苗 铁链就能够产生抗体吗 对于疫苗 大部分人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自出生之后 就会接种各类疫苗 这类疫苗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获得针对某种病毒的特殊免疫力 不过大多数时候 人们只是服从安排接种疫苗 却不知道疫苗到底是什么 对其背后的冷知识更是一无所知 因此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疫苗和抗体的那些事 首先来介绍一下疫苗 它本身是一种生物制品 在给生物注射之后 就能够为其提供 对特定传染病的有效获得性免疫 简单来说 就是人体自身打不过某种病毒了 依靠外部注射的方式 可以获得灭杀病毒的超强能力 疫苗的种类非常多 比如有减毒疫苗 不活化疫苗 结合性疫苗 再提疫苗 核酸疫苗等等 这些疫苗的制作过程 和取消方式有着显著的区别 其中比较特殊的载体疫苗 甚至会以病毒本身作为载体 来激发人体的免疫应答案 比如全球使用较多的 阿斯利康疫苗 它就是用黑猩猩腺病毒 然后将新冠病毒当中的 极状蛋白的DNA 传递到人体当中 从而起到免疫的作用 当然 在使用病毒作为载体 来做疫苗的时候 需要先对病毒载体进行改造 比如将其复制能力彻底消除 其次再来看看抗体 抗体又被我们人称为免疫球蛋白 它是一种如将细胞分泌 然后为人体的免疫系统 所谓的大型蛋白质 从本质上来说 抗体就是人体侵入病毒 所产生的反应物质 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机体 清除病原体 所以 这些抗体在出现之后 就会成为我们身体的新型海甲 来对抗入侵人体的那些病毒 值得一提的是 不同类型的疫苗注射之后 产生抗体的方式会有所差异 比如以咱们上文中提到的 再提疫苗为例 当病毒再提进入我们的细胞中之后 就会传递与病毒相关的遗传物质 从而为人体细胞 提供复制S蛋白的指示 人体内的细胞表面 显示了S蛋白以后 免疫系统就能够产生抗体 和具备防疫性的白细胞了 很显然 这些抗体和白细胞 就是日后和病毒作战的主力群 它们将会代替我们对抗病毒入侵 简单来说 疫苗的作用原理就是 模拟病原体入侵 然后引发免疫应答 最终让我们的体内产生 应答效应物 也就是中和抗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会形成记忆性免疫细胞 它们能够快速筛查出 真正的病原体 然后与中和抗体结合 启动免疫应答 在病毒引发身体重度不适之前 将其消灭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说 疫苗无法帮助你百分百不感染 只能帮助你不发展成重症的 主要原因 但从抗体产生的情况来看 似乎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疫苗的起作用时间 大约是多久呢 疫苗立即就能够见效呢 疫苗虽然很强大 能够帮助人体抵御病毒 但是它的起作用时间 是没有这么快的 咱们以新冠病毒的 相关疫苗来说 往往需要分为多次接种 在这个接种的过程中 每一针还需要相隔一段时间 自乐显示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第一版 近以18周岁以上的人群 接种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微弱细胞二G 两季之间的接种时间 间隔大于等于三周 并在八周内尽早完成 为了检测疫苗接种之后 对人体抗体产生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上海江峰大学医学院 附属同仁医院的研究人员 专门选取了2020年12月到2021年10月 在该医院进行灭活疫苗 接种的121名志愿者 进行了调查 根据调查数据来看 这些志愿者在接种疫苗之后 体内都出现了抗体 但是这些抗体出现的时间 并不是即刻 一般是在7天之后 体内抗体才有了明显的变化 总的来说 两季次组 在接种完成第二针疫苗7天以后 体内总抗体产生的有效率 大约为93.44% 而一些志愿者在接种了第三针 加强针以后 总抗体有效率进一步提升 甚至达到了100% 综上所述 大家在接种疫苗之后 体内抗体产生 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而加强针可以刺激人们体内 原有记忆B细胞和记忆T细胞 使其快速产生大量的抗体 在这种情况之下 按照既定程序和时间 连续接种三针疫苗 确实是最有保障的 值得一提的是 疫苗也不是万能的 它产生抗体的情况 有时候还与接种者的年龄 与身体状况有着密集的关系 并且 如果病毒出现了变异 疫苗的保护效果 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是否会出现 注射疫苗 却未能产生抗体的情况呢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不注射疫苗 穿梭于病毒当中 却不会被感染的天权之子 也有注射疫苗 体内依旧没有产生抗体的倒霉 真的说 有时候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咱们以乙肝病毒为例 预防这种病毒的有效方式 就是接种乙肝疫苗 可是有些骨骼惊奇的人 在接种疫苗之后 还是感染了 然后经过检测 人们发现 机体内根本没有抗体 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就是 机体对疫苗的免疫反应太弱了 所以产生的抗体太少 几乎等于没有 这类人需要及时检测 然后接种加强针 才能够促使抗体产生病达标 第二就是本身免疫功能过于低下 比如一些人患有艾滋病 或者是衰竭 这样即使在注射疫苗之后 也不容易产生抗体 第三就是 家中有相关的加速时 疫苗无法与遗传因素相抗衡 最终未能让抗体产生 由此可见 简单的注射疫苗 有时是无法做到万事大吉的 还是需要定时检测 同时通过锻炼等方式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大部分时间 疫苗可能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战斗的主力 依旧是我们自己 感谢观看